《罗戎环传》 第五章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 参加第一、二、三次反围剿 第一次反围剿战斗 很快就要打响了 1930年12月下旬的一天 洪四军在吊峰河滩上 召开了粉碎敌人围剿的动员大会 罗戎环在大会上讲话 他深入浅出地阐明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 准备反攻的方针 根据总前委的布置 列举了红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 克敌制胜的八大有力条件 这八大条件的前两条讲国际 国内形势对红军有力 后六条是 一、我们的战略好 折着胜利 敌人试着着失败 二、我们有群众拥护 敌人遭人民反对 三、我们兵力集中 敌人兵力分散 四、我们内部团结 敌人军心涣散 人多摆不开 枪多拿不稳 我们准备充足 敌人经济恐慌 六、我们得地力 敌人人地生疏 他讲完话后 又领着大家高呼勇敢冲锋 拼命杀敌多角枪炮等简短有力的口号 以鼓舞广大指战员昂扬的战斗意志 前不久在部队中 因打AB团 而引起的惊慌不安的情绪 为之一扫 十二月三十日 林彪 罗戎环 率领红四军 插到龙岗以北 同红三军团 红三军 红十二军一道 为奸敌第十八师 活捉敌师长张辉赞 接着又奸敌第五师师之一半 胜利粉碎了第一次围剿 在第一次围剿遭到惨败后 蒋介石又派何应清为总司令 率领二十万大军 向中央根据地 发动第二次反革命围剿 红军立即与敌人脱离接触 向南撤到广昌 宁都一带 在这一期间 罗戎环以主要经历 抓反围剿的政治工作 他召开了红四军政公会议 总结了第一次反围剿的政治工作经验 根据总政治部颁发的 反围剿政治动员令和宣传提纲 口号 结合四军的具体情况 布置了反围剿的政治工作 会议刚结束 他又召集了有驻地群众参加的适师大会 号召军民团结起来粉碎敌人新的围剿 接着 各师也分别召开了反围剿动员大会 与此同时 红四军各个部门都围绕着反围剿这个中心开展工作 司令部 供给部 卫生部 分别召开了参谋会议 副官会议 军医会议 研究和布置了各项作战的保障工作 有了上一次反围剿的经验 这一次反围剿的各项准备工作 做得更加充分了 1931年4月20日 罗荣环等率红四军随方面军总部 转移到离敌人仅四势里的东固 龙刚一带集结待命 等待有力战机的到来 几万大军集中在大山里头 刚过了几天 吉仰便发生了困难 每人每天只能发几分钱菜精 菜还没有地方买 柴河得靠自己上山打 罗荣环在这一期间 一手抓训练 一手抓生活 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兢兢业业的工作 每天拂晓 他带领机关干部和部队一起爬山 练习抢占山头 乘务还没有退进 他便和战士们一道 一人背着一捆柴河走下山来 他号召大家开动脑筋 想方设法改善生活 每逢休息时间 他便和战士们 一起挖竹笋 捉泥球 摸田螺 挑野菜 到了夜晚 常常可以见到满田灯火 摸罗斯的情景 实在没有菜吃 打些米面糊糊 放一点盐就算是菜 环境这样艰苦 罗荣环在抓训练 抓生活的过程中 始终把政治工作作为生命线 予以高度重视 在他领导下 部队经常上课 党团员经常开会 以制定个人和班牌的作战计划 讨论在即将来临的反围角 战斗中如何发挥模范作用 和先锋作用 每个连队都布置了列宁市 出了强暴 到处都可以听到嘹亮的歌声 既生动活泼 又扎扎实实的政治工作 使红四军广大指战员 始终保持了非常旺盛的战斗情绪 对此 毛泽东十分满意 原来 在决定罗荣环任四军政委时 因为林彪过去同立任党代表 都搞不好关系 不少人都为罗荣环捏了一把汗 连毛泽东也有点放心不下 罗荣环到任后 一心扑在部队建设上 把四军的政治工作 军事训练 攻击工作 抓得井井有条 与林彪配合得不错 林彪除了负责作战指挥外 对部队的日常工作 索性不怎么过问了 毛泽东放了心 他高兴地对身边的同志说 罗荣环在四军 不是跟林彪团结得很好吗 5月14日 敌两个师离开福田 向东固前进 有力战机出现了 16日下午 四军抢占九寸岭 观音崖两处爱口 与敌激烈战斗 兼敌一个多师 红军随即向东横扫七百里 十五天打五仗 俘获人枪二万余 胜利粉碎了第二次围剿 7月1日 蒋介石又发动了第三次围剿 三十万大军像洪水一般 由北而南 汹涌而来 一下子几乎占领了全部中央根据地 红军冒着酷暑 绕到千里 从闽西京根据地底部到瑞京 再到新国高新围地区集中 8月7日清晨 在连堂全间上官云巷是一个旅 下午在梁村 又将敌好孟林师两个多团见面 梁村战后 红四军又转向东面 去打住黄皮的毛饼文师 在梁村只留下政治部 攻击部和卫生部打扫战场 安置商员 收容俘虏 运送枪支 部队正在转移 敌第十九陆军又紧追上来 红军打扫战场的部队来不及疏散 一些俘虏 枪支又重新被敌人夺了回去 红军的一些伤员也被敌人抓走 罗仁环认为自己作为四军军委书记和政委 应该负责 在历次战斗中 罗仁环都非常注意做好伤兵的政治工作 每次战斗结束 他都要亲自检查伤兵的安置 走到担架旁 被伤兵进行慰问 逐个询问商员 伤在哪里 感觉怎样 及时将前线的胜利消息告诉给商员 鼓励他们到后方安心养伤 痊愈以后再返回前线杀敌 他还组织政治部做好担架队的鼓动工作 沿途准备开水干粮工作非常细致周到 在第二次反围剿一次战斗结束后 罗仁环在路上碰到十一师的干事邓一凡 便问他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邓一凡回答 组织担架队就商员 罗仁环点点头拍拍邓一凡的肩膀 鼓励他说这一项工作非常重要 一定要把负伤的阶级弟兄全部就回来 罗仁环把这件事看成是巩固部队的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经常亲自动手去做 但是梁村战斗后 部队马上要去打黄皮 军情急迫 他把这件事交给了政治部和供给部 不料出了岔子 尽管有种种客观原因 但他心情仍然十分沉重 好几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 8月11日 罗仁环等帅红四军和红十二军相配合 冒雨进攻黄皮 歼练毛炳文师四个团 随即转到新国峰边 成岗地区隐蔽修整 静观敌人的动向 这一期间 在成岗召开了红四军军委会议 为贯彻亡民路线 而于四月间抵达中央苏区的中共中央代表团 一位负责人出席 会上又扯起梁村战后 丢掉伤兵 俘虏和枪支的问题 罗仁环主动承担了责任 再次做了严格的检讨 可是 林彪未做检讨 会后 罗仁环被免除军委书记的职务 由林彪接任 罗仁环对于受到不公道的批评 毫无怨言 后来也从未计较此事 九月间 寻找红军主力 一再扑空的敌人 开始撤退 红四军和三军团攻击高姓为之十九陆军 打成对峙 十一师师长曾氏额壮烈牺牲 这一仗 罗仁环因绞伤未到前沿阵地 对曾氏额的牺牲 他感到十分悲痛 决心为曾氏额和一切牺牲的烈士报仇 当时他绞伤已经化农 行动十分不便 魏玉便右上前线 与林彪率部于九月十五日 在方石岭将敌五十二世歼灭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 洪四军奉命到石城地区开展工作 这时 政委办公厅已与政治部合并 罗仁环任第四军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原政治部主任彭滬调到江西省军区 林彪虽已任四军军委书记 但仍然只管作战 很少过问部队整讯 群众工作 同往常一样 这一切主要仍由罗仁环来抓 禁军张州 1931年11月初 中共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了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但难会议 左倾宗派主义开始排斥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 12月间 国民党第26路军医 7万人在宁都起义 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 1932年1月上旬 王明路县统治的临时中央认为 夺取12个重要的中心城市 已开始革命 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已提上议事日程 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 中共苏区中央局多数人不顾毛泽东的意义 决定红军围攻干州 林彪 罗荣环奉命率红四军在南康 大禹一带 发动群众 并防止广东军阀增援干州 由于干州三面环水 防守兼顾 红军围攻三十余日不克 遭重大伤 王后于3月7日撤尾 1932年3月12日 红一方面军进行了整编 将红四军和红十五军 变为第一军团 由林彪任总指挥 聂荣贞任政委 陈其涵任参谋长 罗荣环任政治部主任 3月下旬 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 组成东陆军入名 东陆军的指挥机关 由义军团指挥机关兼带 罗荣环兼任东陆军政治部主任 3月30日 毛泽东建议夺取漳州 中共苏区中央局 接受了这一建议 随后 毛泽东 既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 率东陆军 执行夺取漳州的任务 出发前 东陆军指挥机关在厅州 进行了周密仔细的准备 罗荣环白天忙着开会 参与制定作战计划 晚上还要拟定政治工作计划 准备对部队的动员材料 撰写交付时印的安民布告稿 每天都夜以继日的辛勤工作 实在困了 就靠在椅背上打个盹 或是用冷水擦一把脸 勤务员王东宝半夜醒来 总是看到他仍然服完工作 这时便起床给他沏一杯清茶 劝他早一点休息 罗荣环放下手头的笔 喝完茶便按照家乡的习惯 伸出两个手指 把杯里的茶叶掏出来吃掉 然后擦擦眼镜问一问王东宝 学习文化的情况 教小王十几个字 再吩咐小王去睡觉 自己又专心致志地工作起来 4月初 东路军向闽南进军 4月10日收复龙年 17日冒着急雨 到达九龙江的支流东西边 这时 山洪已经下来 汹涌湍急的河水 挡住了部队的去路 罗荣环亲自组织机关渡河 他吩咐将绳子 绑腿都接起来 大家互相拉着 身体单薄的小鬼 拽着蚂蚁巴 整个机关系安全 又迅速地渡过了河 19日 部队攻克漳州 在红军入城之前 罗荣环认真抓入城的政治工作 他召集了由个军政委 主任参加的政工会议 要求各部队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及关于入城的各项规定 要求宣传队全体出动 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 分散到街头巷尾 向群众讲解 918日本帝国主义 占领东北以后的国内行事 讲解临时中央政府颁发的 对日作战动原令 和临时中央政府和军委联合颁发的 抗日宣言 罗荣环特别强调 要贯彻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 他指出 张州是福建沿海城市 华侨和侨眷特别多 他们的穿着打扮和江西不同 比较洋气、阔气 但绝大多数是劳动者或工商业者 不是土豪 我们千万要注意 不能把戴礼帽 穿长袍的人都当成土豪 进城后 罗荣环带领政治部机关 住进了枝山上的一座小楼 在罗荣环领导下 刚刚安顿好行李 整个政治部便像一盘机器一样运转起来 部长们和干事们都分了工 有的抓工会 农会 有的抓工人纠察队 有的准备五一 庆祝大会 有的参加调查敌产 有的发动群众 扩大红军 有的检查群众纪律 第二天 各部队的宣传队都撒到了街头巷尾 张贴勒在厅州印旧的 以异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环的名义 发布的布告和标语 进行演讲 揭露蒋介石 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投降政策 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抗日救亡的正义主张 共产党和红军的宗旨与主张 很快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 他们或奔走相告 或写信发报 消息迅速传播到厦门 福州 广州 上海 港澳 乃至海外 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更加扩大了 在进行广泛的宣传活动的同时 罗荣环又组织政治部配合地方党的组织 分头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 经过酝酿和协商 成立了闽南和漳州市的工农民主政府 在进行群众工作时 罗荣环不仅和早在1929年 就调到闽西地方工作的老战友蔡贤明等重逢 而且又结识了詹春、陶柱等新战友 罗荣环逝世后 陶柱曾写下张成初《渐情犹佐》 《辽水重逢役更年的诗句》 纪念他们在漳州的相识和抗战胜利以后 在东北重逢 共同战斗的情谊 5月1日 罗荣环领导政治部 在中山公园组织了有一万多群众参加的 国际劳动节庆祝大会 在漳州缴获的飞机也奉命起飞 在会场上空来回盘旋 撒船单 大会盛况空前 漳州的群众工作迅速达到了高潮 许多青年 其中包括从厦门赶来的 纷纷报名参军 在短短的十几天内 红军扩大了几千名新战士 罗荣环对这批新战士中的青年学生十分重视 他亲自从准备调到军团政治部的苏孝顺等人谈话 当苏孝顺提出希望做军事工作时 罗荣环尊重他的意见 向他分到军团司令部 而将苏京城 李赵炳等分到政治部 罗荣环称呼他们是文化人 经常问寒问暖 问他们是否吃得了苦 想不想家 鼓励他们在严酷的斗争中磨练自己 行军时老干事们都是自己背背包 罗荣环知道新同志一下子可能适应不了 便招呼他们把行李放到公用的牲扣杯上 关怀照顾 无微不至 漳州的群众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但也曾经发生了一些问题 刚进城的时候 有的部队对党的工商业政策理解不深 曾经错误地没收了一些民族资本家企业的财物 罗荣环发现这一问题后 立即决定由政治部出面邀请工商界代表开会 在会上 罗荣环说明了我军保护工商业的政策 对有些单位错误没收工商业者的财物的做法 做了自我批评 也说明了红军目前缺少经费的情况 希望工商业者自愿捐款 听了罗荣环恳切的讲话 代表们都答应向个行业工商业者传达 以后 多数工商业者认了捐 政治部在市中心出了捐款者的红榜 在漳州 政治部住的那栋楼房设备比较好 有电灯 电话 钢琴 钢丝床 和全套的卫生设备 这些东西 对于大多数同志奖 都是第一次见到 在这座城市里 第一次 那就太多了 比如第一次看电影 第一次吃爆冰 第一次洗温泉 在这当中 也难免出一点 把肉松当烟丝 用电灯点火抽烟之类的阳相 碰到诸如上下水道 电灯 电影等大家 没有见过的新奇的东西 罗荣环 便耐心向大家讲解其原理和用途 同时教育大家 在这繁华的城市 仍然要保持 红军艰苦朴素的作风 他身骄重于岩骄 身居闹市 一尘不染 仍然和干部 战士 亲密无间的生活在一起 睡觉时 还盖着他那一床已经没有毛的俄国毯子 吃饭时 同在一个菜盆子里煎菜 在物质生活十分飞薄的红军年代 炒一点辣椒 或是买一点花生吃 对于罗荣环来讲 便是最好的物质享受 不料 在第三次反围剿以后 青年团发起了一个三不吃运动 号召团员和青年群众 不吃油巴巴 不吃纸烟 不吃辣椒 油巴巴和纸烟 对于红军来说都是奢侈品 不吃是为了节约 而辣椒 虽然算不得是什么稀罕的东西 可据说有刺激性 吃了容易生戒疮 因此也在不吃之列 三不吃运动开展以后 火房的菜里见不到辣椒了 勤务员王东宝便找了一个香烟筒子 偷偷替罗荣环炒了一点辣椒 让他下饭 时间不长 这个秘密便被青年团员们发现了 声言要将辣椒没收 王东宝说 这是给罗正伟炒的 青年团员们说 给正伟炒的也不行 双方争吵起来 罗荣环知道后 对王东宝说 我虽然是成年人 但要知识团的活动 也要响应青年团的号召 让小王把辣椒浇了 辣椒吃不成了 买点花生吃便成了他唯一的享受 可是 他的身上经常是如杜甫的诗句所描绘的 囊空恐羞涩 留得以前看 不过 罗荣环一块光阳 可不是留着看荷包用的 而是曾经救了他一命的纪念品 当然舍不得花 除此之外 他经常是一文不明 有时看到卖花生的 一掏荷包 一个铜板也没有 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便给他垫上 买上两个铜板的花生 大家一起吃 到发林用钱 或分伙食尾子时 罗荣环想起的第一件事 就是还账 可他怎么也记不住 究竟是借了谁多少铜板 只好把钱分成几堆 分给大家 说是还账的 同志们谁也不承认 曾经借给他钱 又退给他 这样推来推去 最后往往是以买一只鸡 炒了大家吃一顿完事 到头来 他依旧是囊空如洗 到张周后 又发了零用钱 与往常不同的事 罗荣环竟没有还账 难道他是看中了大街上那些花花绿绿的商品了吗 不 他是想买书 从少年时代开始 罗荣环便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 上井冈山后 吃红米饭南瓜汤 他安之若素 不以为苦 唯独没有书看 却使他感到难以忍受 每逢打土豪 他都要去找书 找到什么看什么 有一次 找到一本野人记 他也看得津津有味 到了张周 他岂能不逛书店 书店里的新书 动辄每本大洋一元 他买不起 但那就书店里 一两脚钱 一本的旧书 还是可以买一些看看的 他专门跑了一趟旧书店 一待就是几个小时 出门时笑眯眯地捧了一摞旧书 在路过枝山脚下毛泽东的住处时 他连忙进去 把书店的地址告诉给毛泽东 博览群书的毛泽东 自然更不放过这个机会 他很快变成了旧书店里的上兵 张周以拟的风光 亚热带的气候 富饶的物产 繁华的世荣 这一切都是美好的 但是 良缘虽好 终非酒恋之香 在当时 红军还不具备长期占领这样一座城市的条件 6月初 传来了蒋介石准备发动第四次围剿的消息 毛泽东决定立即撤兵 同时派人通知罗容环 索筹款子要全部上交中央 有计划统配使用 罗容环立即照办 他领导政治部组织了闽西根据地各县 成千上万十六七岁的少先队员到张周参观 然后动员他们把包括两架飞机 二千多支枪 六门炮 二台车床 一台发电机在内的大量战利品 秩序井然的搬运进根据地 这一批少先队员受到了锻炼和鼓舞 其中有部分人员参加了红军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 1932年10月 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 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加紧推行其政治上反右倾 组织上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错误纲领 毛泽东被调去做政府工作 随后又被撤销了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接着 在福建开展的反对所谓罗明路线 发展到江西 邓 小平 毛 泽 和谈 谢 维俊 古 博 又被错误地批判 一大批坚持正确意见的 有实际经验的干部 遭到打击和排挤 在第四次反围剿快要开始的时候 义军团也接到了调动罗戎环工作的命令 义军团政委职 聂军 以他和政治部副主任李浊然的名义 向总部发报 提出 大敌当前 我们请求罗戎环同志工作不要调动 总部同意缓调 罗戎环并没有因为即将调动而影响自己的情绪 仍然兢兢业业的工作 把政治部的工作领导的有声有色 对保持义军团这支主力军旺盛的战斗情绪 对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起到了强有力的保证作用 第四次反围剿 是在毛泽东已离开红军领导岗位的情况下进行的 由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和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兼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周恩来仍然按照毛泽东式的战略战术进行指挥 作战取得很大胜利 2月11日 左倾领导者强令异军团攻南风不克 13日 国民党军向南风增援 一方面军在周恩来 朱德指挥下 毅然撤兵 秘密转移到广昌以西隐蔽集结 2月27日 在黄培地区 运用大兵团伏击的战法 兼敌第52师 全部和第59师大部 副师长李明 陈实际 3月21日 红军在草台港地区 向敌第11师猛攻 兼其大部 重创敌援军第59师残部 和第9师一部 基本粉碎了蒋介石 对中央根据地的第4次围剿 蒋介石遭此惨败 不禁发出此乃为本军 未有之惨事的凯叹 在第4次反围剿两大战斗之间 1933年3月10日 罗荣环主持了一军团 在第4次反围剿中政治工作的检阅 以他和副主任李卓然的名义 做了题为 《官家聊以后政治工作》的书面总结 指出 在三都整编之后 宣传鼓动工作有些进步 能抓紧当地的实际问题 作为宣传鼓动的出发点 对目前的中心任务 能从各方面进行较深入的宣传工作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 罗荣环便非常重视宣传工作 他曾提了石灰筒子 到处刷标语 也曾站到方桌上 对赶絮的老表讲演 到红四军下 井冈山的时候 每个银河连都有了宣传兵 罗荣环对这支宣传队伍抓得很紧 不仅依靠他们对部队 对群众 对白军士兵做宣传 而且把他们看成是 初级政治干部的来源 精心加以培养 可当时有一些人 却瞧不起这些宣传兵 行军时 宣传兵们为了做行军鼓动工作 经常插队伍 跑前跑后 有的人就讽刺挖苦 怪声怪气地喊道 哎 大家快闪开 起兵团过来了 还有的人把宣传兵说成是卖狗皮膏药的 宣传兵过来时便开玩笑地问道 哎 你那膏药几个钱一张啊 也有的人干脆直接了当地对宣传兵说 你们贴那标语有什么用 要打仗吗 还得靠老子手里的枪 听了这些反应后 罗药药耐心对部队进行教育 他指出 子弹可以杀伤敌人 但是很难打到蒋介石的头上 而贴标语做宣传 可以争取群众 瓦解敌军 却能起到这个作用 古田会议以后 红军宣传工作 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连队里普遍建立了列宁市 后来改称为俱乐部 部队每到一地好房子时 都把最好的房子留给列宁市 开展对干部战士的文化教育 行军时 战士的背包上都写了标语 指导员一喊 现在学标语了 战士们便一面行军 一面通过学标语认识几个字 歌詠活动逐渐形成了热潮 在井冈山上 战士们只会唱北伐时期的 打倒列强除军阀 以后歌子便多起来了 当兵就要当红军 工农兵联合起来 少年先锋队队歌 都唱开了 这些红色歌曲 又很快通过赤卫军 少先队等组织 传到人民群众之中 群众也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 编唱了许多新的山歌 这些山歌 又传到了部队 一九三一年以后 各诗都有了游印小报 军团部出版了 《战士报》 一张报纸非常重视 他不仅亲自撰写社论 文章修改稿件 而且有时还亲自推滚子 印报纸 报纸成了宣传员们 手里锐利的武器 行军休息时 宣传员们便拿着报纸 到处奔走 忙着飞行读报 到了一处 一声喊 同志们 请听胜利消息 读完一段 又赶往别处去读 于是 胜利的消息便到处传开了 宣传员手里提的童子 也不仅仅是装石灰了 有了黑烟子 红图 有时甚至还有彩色颜料 墙上除了写标语 又画了漫画 罗仁环三天两头往宣传队跑 对写标语 画漫画做具体指导 有一次他看到宣传队 将军阀化成了土豪 便对队员们说 你们没有见过军阀 军阀要比土豪洋气一点 根据罗仁环的指示 宣传队员便给军阀头上 加上一顶泥帽 鼻梁上再加一副眼镜 战时鼓动工作加强了 部队上火线时 政治机关即是派出宣传队员 干事和传达员在要道和阵地上呼口号 唱歌鼓舞指战员的斗志 各部队都有不少伤员不紧不下火线 不提哭 而且帮战友鸭子弹 拧手榴弹盖子 呼口号鼓舞战友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自觉做好阵地鼓动工作 红军的宣传鼓动加上正确的俘虏政策 把大批白军士兵争取了过来 白军士兵打仗时朝天放枪的 带着枪跑过来的几乎每一仗都有 大革命时代化妆演讲的方法 也吸收到红军宣传工作中来了 这种化妆演讲很快发展成眼火爆剧和文明戏 当时演戏没有固定的剧本 几个人在一块把剧情凑好便可以上台 台词都是演员献编的 没有女爵便由身材瘦小的萧华 童小鹏等人男扮女装 演出时顺山坡架起几根竹竿 用几块门板一拼再挂上幕布 就是舞台 拼一些松明 借来老表捉泥鳅用的铁罩子 把松明放进去 再往横竿上一挂 点起火来 就是灯光 美中不足的是 这种灯 有烟 把演员的鼻子 眼角都熏黑了 至于服装 红军 农民和土豪的 那都是现成的 要演军阀 帝国主义者也好办 用戏竹灭子 绑一副眼镜架 染黑了 胡上一层玻璃纸 这就是眼镜 胡一顶高帽子 在帽子上 画上不同的标志 演员戴上高帽子和眼镜 手里再拿一根文明棍 就活脱脱的 是一个军阀 或是帝国主义者了 这种戏剧 照现在的眼光看 可能会感到比较原始 粗糙 艺术性不强 可在当时 却深受部队和群众的欢迎 大家看到 高兴处便哈哈大笑 看到难过时 便低头流泪 从娱乐之中受到了教育 三次反围剿结束后不久 罗瑞卿出任红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长 他对演戏很热心 部队很快形成了眼俱热 他编倒了一出 谁给我们痛苦 揭露土豪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 这出戏演了好久 红军每到一地 宣传队在演出之前 都要到村里做一番调查研究 然后将剧中人的姓名 换成当地真人的姓名 剧情再稍作变动 演出效果非常之好 群众反映 红军真神啊 才来了三天 就将我们这里的诗边进戏文了 不久 罗仁环又委托罗瑞卿 组织了一个文化娱乐训练班 学员学习结业后 便组成了巨舍 因为军团机关报教 战事报 这一巨舍 也就命名为战事巨舍 巨舍成立后 随着演出水平的提高 其影响也越来越大 不过 演员仍然是业余的 在一次战斗中 部队抓了不少俘虏兵 他们受了国民党欺骗宣传的影响 对红军很不信任 有的犹如徐树进曹营 一言不发 有的拄了拐 缠上白布装彩号 为了对他们进行教育 罗仁环要战事巨舍 为他们组织一次专场演出 巨目叫 血汗为谁流 这是一出以宁都暴动为背景 描写国民党士兵 因不堪忍受军官压迫而起义的三幕歌剧 演出开始时 俘虏们神情淡漠 随着剧情的发展 他们的注意力集中了 演到第二幕 台下传来唏嘘声 第三幕开始以后 许多人坐不住了 他们扔掉拐杖 扯下白布 连呼自己 上了国民党的当 纷纷要求参加红军 在第四次反围剿前 副主任李卓然等 又编了一出 庐山雪 描写红军打进了南昌 即将杀上庐山去 活捉蒋介石 蒋介石的反动统治 就像那庐山上春天的残雪 很快消融 瓦解 为了体现官兵同乐 在罗荣桓的支持和赞助下 罗瑞卿将军团主要领导干部 都动员上了台 个人都按实际担任的职务扮演角色 至于反面角色 罗瑞卿自告奋勇演蒋介石 年纪小个子 也小的佟小鹏 则扮演宋美玲 戏演到最后一幕 红军已打下了南昌 部队正准备向庐山前进 台上是军团司令部 林彪正在接电话 电话里报告 现在已经缴获了许多战利品 请示怎么处理 林彪立即答复 用船桩 接着是林彪和聂荣贞召集会议 聂荣贞提出 要请罗主任研究出捷报 这时该罗容环出场了 而他当时患孽疾 正坐在后台火盆边烤火 早在武萨运动期间 罗容环在青岛大学 就曾组织过戏剧演出 可他自己却没有上过台 这一次也许是因为怯场 也许是因为身体不舒服 他仍然没有上台 只是低头坐在那里笑 林彪在台上喊了几声 罗主任呢 没有回音 便下命令 通信员去把罗主任请来 于是 几个小伙子不由分说 便把罗容环推上了台 这一出戏 就其杀上庐山去 活着蒋介石的内容来说 在当时的条件下 也未免太浪漫主义了 可是演员的阵容 却是空前的 那么多军团干不上了台 引起了指战员们极大的兴趣 部队的文娱生活更加活跃了 罗容环患瘧疾后 一直带病坚持工作 不久 寒热把他折磨的面黄肌瘦 终于病倒了 他当然不能像以往那样 经常下部队 这又成为一个罪名 叫做官僚主义 尽管罗容环在四次反围角中工作 做得很有成绩 但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改造和充实 各级领导机关的方针 是绝不会改变的 罗容环也非掉走不可 因此 尽管有聂荣贞等人的节力挽留 四月中旬 他还是奉命离开了一军团 总政治部巡视员和动员部长 罗容环接到任命 他为江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调令后 便来到宁都 受了错误批判 满腹牢骚的谢维俊 约了住在宁都附近的第三军团教育大队政委 江华茂宇前来看望 罗容环看到这两位老战友来访 十分高兴 他拿出头一天买来的花生 又泡了一壶茶 三个人围坐在一起 边包花生边聊天 自从宁都会议召开以来 眼看着毛泽东总结的 过去一直行之有效的正确主张 遭到否定 眼看着拥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领导干部 一个个被吊开 撤换 乃至受到残酷斗争 无情打击 他们三人此刻心情都很不舒畅 一开始谁也没有说话 只是闷坐在桌旁 听着稀稀利利的雨声 包着花生 半嗓 还是罗容环打破了沉默 他关切地问起谢维俊的近况 这一来 好比是打开了谢维俊的画匣子 他将郁杰在心头的不快 统统清吐出来 最使他不满的是 教条主义者对所谓狭隘经验论的批判 和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的论调 谢维俊的不满 引起江华的强烈共鸣 江华愤愤不平地说 我硬是想不通 为什么吃红米南瓜 就没有马列主义 偏偏只有到莫斯科吃了洋面包 才有马列主义 谢 这样的议论 罗容环十分熟悉 早在1931年 周以利就说过 山沟里是有马列主义的 周元是执行立三路线的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 他到苏区后 从实践中体会到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 于是有了这样的认识 然而 在教条主义者看来 这简直是大逆不道 因此 罗容环便意味深长地说 你们这样说 难道不怕坐牢吗 罗容环没有讲更多的话 而江华 谢维俊 惊叹地提醒 不约而同的长叹一声 也不再讲话了 这时 那雨也下大了 雨珠打在瓦上的声音 听起来更加响亮而急促 似乎在诉说着 欲结在他们心头的愤闷 当时 一些不正确的东西 往往是从上面来的 执行吧 明知不妥 不执行吧 又违反了下级服从上级的纪律 在残酷斗争 无情打击面前 常常是有理也说不清 因为一句话说的不对头 就彻职查办 尽保卫局 已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了 考虑到这些因素 罗戎环又不得不向他们打招呼 这些话在这里讲完就完了 你们出去 千万不要乱讲 我们有意见归有意见 工作还是要尽量做好 要尽量发挥一个共产党员的作用 罗戎环到人不久 已经搬到苏区的临时中央 急派人来督促反江西的罗明路线 省军区指派政治部青年部长中发宗发言 中在会上说 过去不认识邓 毛 谢 不 对他们提不出什么意见 中央来人大发雷霆 当场指示中是机会主义的发言 眼看中发宗过不了关 罗戎环和军区司令陈毅商量后 便决定立即将中调到三分区去当政治部主任 把中保护起来 六七月间 罗戎环又被任命为军委总政治部巡视员 和总政治部武装动员部长 此前 中共苏区中央局已提出了最大限度的扩大与巩固主力红军 在全中国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 罗戎环的使命就是领导武装动员部贯彻执行这一口号 总政治部住在瑞金沙洲坝以北 约有15公里的一个山沟里 顾玲玲的一个院子 主要建筑是一座用土披盖的两层楼 院子南面有水塘 周围有松 张 竹林 环境相当幽静 在这里 虽然时常可以看到敌人的飞机 需要钻房空洞 可激烈的枪声听不到了 也用不着每天寄行军了 机关工作 毕竟没有部队工作那么紧张 罗戎环早晚 甚至可以同受到错误批判后 被调到宣传部的邓小平一道 到竹林里散散步 或者是到水塘边 看萧中卫等年轻的干事捉鱼 萧中卫 还真有两下子 他光着脚压下水田 脚趾头一夹 一条泥丘就捉住了 这种生活 对于身上沾满了硝烟征臣的罗戎环来说 是显得太悠闲了 他和当时受到王明左倾 冒险主义排挤和打击的其他干部一样 感到有进使不上 十分难受 而他们又无法改变这种局面 可是 罗戎环并未消极 他到总征不久 便带着少先队总队长张爱萍等到新国 瑞金一带去调查研究 罗戎环结合以往四军和异军团扩红的经验 向张爱萍等指出 要扩大红军 必须充分发挥少先队 模范少先队和赤卫军等群众组织的作用 采取逐步升级的原则 当时的少先队 吸收十几岁的青少年参加 是一种不托产的群众性武装组织 相当于现在的民兵 当时的模范少先队 是一种半托产的群众武装组织 平时巡逻放哨 保卫工农民主政权 战时则抬单架 搞运输 支援前线 类似现在的激干民兵 赤卫军是成年人参加的地方武装 罗戎环认为 要巩固的扩大红军 关键是要抓好模范少先队的工作 这有两个好处 一是有利于配合赤卫军 就地坚持武装斗争 反对地主武装 保卫工农民主政权 保卫人民胜利果实 二是有利于扩大红军 他说 由一个老百姓到红色军人 要有一个过程 一开始 他们往往有家乡观念 不太乐意参加红军 这时 可图1934年1月10日 红色中华 已把他们组织到模范少先队报 刊登表彰 扩红成绩优异的和赤卫军中去 平时进行军罗戎环等人的光荣红版 是政治学习 进行野营训练 战时配合主力红军作战 主力红军要有意识地关心和照顾他们 打胜仗时可以让他们参加追击和打扫战场 以鼓舞他们的战斗情绪 使他们逐步适应战斗生活 在这个基础上在整排 整连 整营 整团的吸收他们参加红军 8月2日 罗戎环在《红星报》上发表的《瑞京新国第一批野营的检查》一文 体现了上述思想 1933年9月 蒋介石出动50万大军 发动了第五次围剿 为应付规模日益扩大的战争 中共中央再一次提高了扩大红军的要求 罗戎环被任命为扩红突击队总队长 他带了张爱萍等人深入到乐安 一黄一带农村挨家挨户进行扩红 由于上面要求扩红的数字大 时间紧 任务重 在一些地区出现了强迫命令的倾向 有的地方采用召开群众大会的方法 开会时把前后门都关起来 在简单动员后便要求到会的人十一报名 有一个不报名的就不散会 有的地方对不报名当红军的一封房子 没收土地相威胁 有的地方在不报名的青年家门口钉上可吃牌 有的地方又采取了哄骗或花钱收买的办法 针对这一情况 罗戎环提出一定要坚持说服教育反对强迫命令 要向群众讲清武装保卫红色政权 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果实的意义 他还指出对参军的同志当地党支部工农民主政府 赤卫军少先队要优待其家属 安排劳力为他们种地 以减少参军者的后顾之忧 由于罗戎环在扩红运动中做出优异成绩 1934年1月5日 中央在《关于扩大红军突击月总结的决定》中宣布 将罗戎环、罗麦、李维汉、毛泽坦等各突击队的领导者的名字 放在各报纸《扩大红军突击运动》的光荣红版 在各种小册子、会议与报纸上解释与宣传他们的工作经验 教育全党同志 1934年1月21日 罗戎环出席了在瑞金沙洲霸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召开的 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大会上 罗戎环由于扩红中取得的优异成绩 再一次受到表扬 获得一枚银制奖章 大会选举 他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3月25日 《红星报》发表了罗戎环的 是少队突击运动的初步检查 文章指出 要完成扩红突击运动 最根本的问题 是做好艰苦深入的宣传鼓动工作 克服抄写名册 会议举手通过等强迫命令的做法 1934年3月 蒋介石在镇压福建事变之后 又集中主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进攻 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 由于在军事上是门外汉 便把指挥大权交给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 奥地利人李德 4月间 敌军逼近广昌 李德采用以堡垒对堡垒 节节抵抗的战术来应付 并提出了保卫广昌的口号 这时 罗荣环也来到了广昌前线 他和十四师兼广昌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唐天记住在一起 老战友重逢 当晚进行了彻夜长谈 互相交流了部队和地方上的情况 对于修碉堡进行消极防御 他们两人都很不以为然 第二天 唐天记接到了撤销他主任职务的命令 他回到朱地后 罗荣环看到他情绪比较低沉 关切地问他是不是不舒服 唐天记便将这个命令拿给罗荣环看 并告诉他事情的原委 在前几天看地形时 唐天记看到在广昌北面山上 孤零零地修了一个被动挨胆的碉堡 很不满意 只是部队在广昌南面河边修一个攻势 准备一旦顶不住敌人时 可掩护部队撤退过河 攻势刚刚修好 李德来到前线 他看到这个攻势很生气 在会上拍着桌子责问 谁让在河边修工似的 这岂不是准备退却吗 这样做 还怎么誓死保卫广昌 在李德的坚持下 唐天记被撤了职 无独有偶 罗荣环自己也碰到过类似的事 一天 李德去镇地前沿视察 罗荣环作为总政的工作人员 也跟着去了 在镇地上 李德用望远镜观察了一番 回过头来 正好见到罗荣环 他也不问罗荣环是干什么的 便命令罗带一个工兵 排去埋地雷 罗荣环执行了命令 埋完雷回来报告 不料李德变了卦 又命令罗荣环 再去把地雷起掉 这时 敌人离埋地雷处 已经近在咫尺 罗荣环实在不理解 李德为什么要下这个命令 让战士们去做无谓的牺牲 因此 没有理他 李德 健壮大发雷霆 跳着脚趾着罗荣环的鼻子喊道 你不去 杀你的头 这时 敌人的前卫 已经踩响了几个地雷 而敌人的炮弹 也已打到李德所在的攻势周围 去起雷已经不可能了 这件事才不了了之 正因为 他自己有这样的经历 他又亲眼看到 一些干部 无端遭受处分 轻则警告 撤职 重则罚苦工 进监狱 所以 他对唐天记的处境十分理解 但是他并没有向唐天记诉说自己 遭李德训斥的事 而只是平静地说 可 这是必然的吗 现在到处都是这个样子 停了一会 他又语重心长地向唐天记打招呼 越是处境困难 越是要冷静 要暂时忍耐 遵守纪律 否则要吃亏 罗荣环的语气十分平静 可心里却是波澜起伏 他对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怀有强烈的不满情绪 1956年 他在谈起王明左倾宗派主义的一些做法时说 意见不一致 就一 二 三地争论吗 以求的一致 宗派主义就不是采取这个办法 他们是开除党籍送军事法庭送裁判所送运输队法苦工 当时很多同志怕斗争怕批评怕开会 那还得了 那样的话一个人怎么能够活下去呢 尽管当时罗荣环等许许多多干部都对左倾冒险主义的一套很不满 但他们无力扭转在五次反围角中被动挨打的局面 广昌北山上那个碉堡只能放一个牌 尽管在山坡上埋了不少地雷 但仍然挡不住敌人的进攻 4月28日 广昌失守 当罗荣环回到总政时 得知根据地南县的门户 会昌城以南的云门岭也已经失守 云门岭失守的原因 依然是李德推行了以堡垒对堡垒的消极防御方针 犯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错误 可是李德却将责任推给下面 云门岭的守备部队 22师政委方强被撤职批判后送到保卫局 其他干部也做了调整 总部已任命周子昆为22师师长 王开香为政委 孙毅为参谋长 刘道生为政治部主任 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委托罗荣环跟刘道生谈话 刘道生当时正在红军大学学习 他曾听过罗荣环讲的红军政治工作的课 对这位老四军政委十分敬重 当他走进罗荣环的办公室时 未免有点拘谨 罗荣环亲切地招呼他坐下 给他倒了一杯水 又递给他一把芭蕉扇 让他歇口气 下下汗 然后很随便地询问他的经历 年龄 当刘道生不再感到拘束后 罗荣环针对当时由于左倾错误 而形成的赤白对立的问题 指出以前打土豪分田地的时候 我们侵犯了中农的利益 把不少中农当富农搞了 结果老百姓反水受敌人欺骗 组织了什么守望堂 红枪会什么反共自卫队 拿起土枪缩标打我们 这种局面对我们极为不利 扭转这种不利局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群众无论如何不能开枪 只能耐心教育 如果有可能 可以召集他们开会 宣传我们的政策 以前把中农当富农斗了的 要通过复查改正过来 富农也要分田给他 他还要求根据敌人情况的变化 有针对性地做好瓦解敌军工作 要揭穿敌人的欺骗 号召敌军士兵调转枪口 和红军联合起来 共同对付地主老财 共同对付国民党反动派 刘道生到之不久 罗荣环也来到22世 对刘道生的工作 从怎样发挥政治部各业务部门的作用 到如何主持部务会议 进行了手把手的帮助 一天 22世的特派员 不通过刘道生便以AB团的罪名 把政治部的秘书长 宣传部长 和师职总支书记孙光远三人抓了起来 刘道生要求放人 当时特派员直属上级保卫局 不受同级政治部主任领导 特派员拒绝了刘的要求 刘碰了钉子便立即去向罗荣环报告 罗荣环听完刘道生的汇报 想了一回问道 总支书记和宣传部长是什么出身 平时工作怎么样 刘道生回答 总支书记是雇农出身 宣传部长是中农出身 平 江 刘 杨 暴动便参加了革命 他们对革命都忠心耿耿 工作都很积极 罗荣环点点头 这就好办了 你去对特派员讲 不是讲成分吗 随便杀过农可不行 宣传部长是中农 中农也是革命的 杀他们没有道理 你对他说 如果你坚持要杀 我们也可以向上级保卫局反应 有了罗荣环出的点子 刘道生感到心里有了底 他对特派员如此这般一讲 果然救下了宣传部长和孙光远的命 孙到全国解放后 还感激的说 要不是罗主任 早就没命了 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在1930年便曾发生过 并得到纠正 但中共临时中央 进入中央根据地后 却又重犯这一错误 罗荣环 无论是在1930年 还是在1934年 对肃反扩大化的抵制 可以说是一贯的 在当时左倾思想笼罩一切的形式下 能从肃反扩大化 执行者手中救出同志的生命 实属难能可贵 具有讽刺意味的 是在维成分论盛行的情况下 成分倒成了挽救两个干部的根据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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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